那天我邀请你去我家里 原本我是打算把我的过去 我的全部都告诉你 虽然我的过去并不光彩 可惜你把我推开了 那是我第一次抱你 也是最后一次 肖默恩 我希望你能够明白 我们检察机关依法对你进行询问 你是犯罪嫌疑人 我是公诉人 我们聊回案子 好 我不为难你 你现在只需要回答我一个问题 无论答案是什么 我都会配合调查 只希望你不要骗我 我要不要回答 取决于你要打算问的问题是什么 但是我可以保证 我从来都不会撒谎 以前是 现在也是 如果我不是周思悦 而是肖默恩 就是你之前见过的那个人 你会喜欢我吧 你不会认为 肖默恩 是我为了躲避法律的制裁 而制造出来的人吧 不 肖默恩是真实的 他甚至比周思悦还要真实 如果我能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家庭 如果我能够按照本心 不加掩饰地活着 那么我就可以成为一个严于律己 正直阳光 温和待人 充满爱心的肖默恩 反而是周思悦或是老A 那才是我 为了反抗生活 塑造出来的人物 安妮 我再问你一遍 你会喜欢 喜欢上肖默恩吗 从私人空间上来讲 我无可能 我无可能 但是我希望你不要混淆概念 一个人永远都不可能 单纯只是私生活中的个人 他还是一个社会人 无论是周思悦还是肖默恩 你的价值观都是一样的 而这种价值观和我是背道而驰的 我作为一名司法人员 法律在我心中的地位 比所有的事情都要重要 当然 也包括爱情 所以 我不会喜欢一个犯罪嫌疑人 回答你的问题 我绝对不可能 会喜欢肖默恩